1970年8月16日 孙洪雷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28平米的破旧老房子里 住着爷爷 爸爸 妈妈 叔叔和三个孩子 孙洪雷知道母亲不容易 他经常跟随着母亲一起去捡破烂 初中时的他非常喜爱跳霹雳舞 常逃课 去少年宫学习 并获得了黑龙江霹雳舞大赛一等奖 为了改变家里的境况 18岁的他选择气血演出 可后来霹雳舞并不流行 他所在的全国巡演明星团也解散了 于是 他模仿台湾小虎队 组成小狼队 成为哈尔滨娱乐界的一哥 1995年 孙洪雷在哈尔滨电视台的一台晚会上 认识了牛正华 冯滚等明星 排练之余 牛正华对他说 你不去学表演可惜了 这句话在孙洪雷心中掀起了巨大波澜 于是他带上8000块钱决定去北京报考中央戏剧学院 可是表演系专业已经招考完毕 剩下音乐剧专业还在招生 但老师说他太胖不适合表演 于是他一个月减掉了36斤 最终成为700名考生中唯一一位录取的学生 1999年他凭借首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出道 2003年因主演征服的反派而活起来 后来他与姚晨合作潜伏 成为真正的一线明星 进入演艺生涯的巅峰期